这个素食能有多贵呢 台中这名林小姐明显被吓到了 只是到传统市场的素食摊 买了六道素食 称重之后 居然光是这项就要价726 手上这一袋袋素食 称重后 居然要价726元 可以买快十个便当 夸张价格 让民众觉得被坑了 非常不合理 太贵了 然后他就很急着 把那些东西打包起来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会这么贵 他就说 你们都不知道 现在成本有多重 被点名的 就是台中东兴市场 这摊素食摊贩 老板因为出国休息 林小姐说 他当时到这里买素菜 夹了素腰花八块 炸豆包两片 还有花椰菜六根 以及大约一碗的 大白菜炒豆皮 还有苦瓜跟炒茄子 一共六样菜 老板一称 居然要价726元 再加上又买了 各50元的炒冬粉 还有蚂蚁汤 一共付了826元 东西是我夹的 然后我担心 我再倒回去 这个卖相不好了 就要认赔嘛 实际来到 卖素食的自助餐店 每种菜色 一斤都是150元 明码标价称重 林小姐所有素菜 全部大约两斤三两 等于一斤 花了320元 比一般自助餐 贵了一倍 真的很贵 我这里150个人 还是很贵 老板说 青菜类跟塑料 的确有涨价 他们价格 也有微幅调整 但是六样菜 卖到700多块 连他都很惊讶 但也有人说 可能是久久重阳节 菜场人多 一时忙中出错 才会有这种 不合常理的价格出现 记者方评文林波 从台中报道